童童和老公贾卫东在一起七年了 贾卫东比童童大七岁 贾卫东成熟生活阅历丰富 他很依赖贾卫东 他们感情也很好 贾卫东对他很好 对他家的每个人都很好 亲戚朋友都说童童嫁了个好老公 他每天生活得很幸福 更幸福的是两个月前 他生下了二胎 是个儿子 如他们所愿的凑成了个好字 他的小家庭完美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 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 对童童恩仲如山的亲哥哥童浩 却正在面临离婚的困扰 原因是哥哥童浩无法生育 童童为此替他感到难过 可更让童童难过的是 在他刚从老家坐完月子回来时 妈妈和哥哥童浩找到他 他们恳求童童同意 让他老公和嫂子沉蔓生孩子 童童说他们怎么可以有这种荒唐的想法 他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 童童声音很大 也很激动 他的反应把童浩和他妈吓得不敢说话 他十分气愤 想到自己亲妈亲哥 自己最亲的人 竟然会为了哥哥童浩相亲来的婚姻 提出这种想法 他们怎么如此不顾及他的感受 童童很难过 他自问自己对这个家 付出的并不少 爸爸身体不好 从毕业开始 他就努力攒钱给他们买房子 为的是能让哥哥童浩体面的娶媳妇 小时父母出去打工 哥哥童浩曾为童童撑起一片天 他紧记着这些 童浩结婚时彩礼钱不够 童童便叫老公掏了 如若童浩和陈曼的感情牢固也就算了 偏偏他们又是相亲闪婚来的婚姻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一个孩子岂能拴住人心 童童以为他拒绝了这个荒唐事后 事情就此止步了 陈曼却亲自找上了门 他泪如雨下的跟童童哭诉 他说他很可怜 自己原本有一段长达三年的感情 但对方始终不愿意跟他结婚 自那以后 他只想找个老实人 怕他实时的结婚生子 好好过日子 可童浩却查出无精证 陈曼的倾诉让童浩心生同情 若他不是自己嫂子 自己肯定会劝他 世上那么多男人离了再找 照样可以过上他想要的生活 然而童童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陈曼说的话竟是 他想离婚 但他们家劝他不要离婚 他们叫他和贾卫东生一个 他开始是拒绝的 但他仔细想过后 他觉得可以 现在就看童童同意不同意了 陈曼的直白让童童目瞪口呆 但女人天生的第六感告诉他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他脑子里快速闪过一些事 贾卫东回老家给他代产时 贾卫东接到陈曼的电话 要和他商量陈曼店铺经营的事 还有童童回来时 大女儿一堆新衣裤和各种小玩具 大女儿说是舅妈给他买的 以及前两天童童婆婆拿来吃鸡 贾卫东却特意发信息叫陈曼来吃 这些事让童童不寒而栗 他只起身板指示陈曼 问陈曼和他老公之间现在有没有事 陈曼一正 有些尴尬的回答 有事自己还来找他谈什么 童童想了想 贾卫东一直待他不薄 应该不至于 这才安心了些 贾卫东回来后 童童当着他的面 给陈曼做了一堆分析 童童说贾卫东目前年进不获 经济上有欠款和外债 且金额不少 加上两个孩子还小 婆婆去年还生了场大病 家里家外都靠他一个人 童童的意思也很明白 陈曼打消这个念头 童童打心眼里觉得 陈曼可能是被他妈说服的 他认为陈曼还年轻 可以离婚再嫁 至于他哥 那是命理务实莫抢求 陈曼显然是听懂了他的话 犹犹豫豫看了一眼贾卫东 陈曼又看了看童童说 他喜欢卫东 他愿意和卫东生孩子 童童也考虑一下 他订了明天去海南旅游的机票 如果童童同意 就叫卫东明天和他去海南旅游几天 如果不同意 他回来就和童浩离婚 甩下这话 陈曼夺门而出 童童还一脸猛逼的状态 贾卫东却先开了口 说童童故意把他说的压力这么大 是想直接吓跑陈曼 让童浩和陈曼离婚了 童童瞪着他说 他是不是知道陈曼喜欢他 而且他也喜欢陈曼 贾卫东说他不喜欢陈曼 但是他可以做个好事 成全童浩和爸妈 他们因为孩子闹来闹去 童童父母年纪大了 看他们的样子真的很可怜 童童随手抽起身边的枕头 向贾卫东丢去 贾卫东是家里的独生子 童年很孤独 因此他一直崇尚孩子越多越好 也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 哪家哪户的奇葩事 他也耳闻不少 这其中就包括借种生子 这种是在他看来不足为奇 父亲在得知陈曼喜欢贾卫东后 沉默了 哥哥童浩也醒悟了过来 他叫妈别再劝童童 破坏了童童的家庭 他同意和陈曼离婚 他说陈曼若不爱他了 有个孩子也留不住陈曼的心 当他们等着陈曼回来离婚时 一向沉默寡言的爸爸找到童童 他才发现因为哥哥的事情 爸爸看起来沧桑好多 这让原本身体就不好的爸爸 显得更加老了 爸爸说有件事 自己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告诉他 他是自己的女儿 自己和他妈怎么可能会同意他老公 去和他嫂子生孩子 那他们这算什么 当父母的不会这么自私 说着爸爸流下了眼泪 爸爸告诉童童 其实陈曼现在已经怀孕一个多月了 是贾卫东自己跟爸爸坦白的 贾卫东再三强调他的出发点 只是想帮哥哥生个孩子 而陈曼怀孕后 也会安心和哥哥过日子 他们觉得愧对陈曼 于是想要将错就错 想让童童的态度能接受 并好好待陈曼 万万没想到 陈曼原来早已看上贾卫东了 他们倘若是因为私情有孕 那此事重大 怕是后果不堪设想 爸爸如实告诉童童来龙去脉 叫他自行衡量并决定 事已至此 他做什么决定家人都支持 爸爸的话如五雷轰顶 他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童童极力抑制自己的情绪 迫切想要跟贾卫东问个明白 他回到家 看见正哄儿子睡觉的贾卫东 突然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上 一时间感觉窒息喘不过气 贾卫东吓得赶紧将他抱起 掐着他人中 他使劲呼吸几口气才缓过神来 健壮女儿抱着他大哭起来 他跟着一起哭 很久 孩子们终于睡着了 童童却心如刀脚 贾卫东不敢说话 钻进被子里试图抱他 他却突然觉得一阵恶心 他弹作起来重重给了贾卫东一巴掌 被打蒙的贾卫东随手还了他一巴掌 他眼睛不眨的盯着贾卫东 竟什么也说不出来 贾卫东紧紧的抓着他悬在空中的手 一个劲的叫他冷静 一会贾卫东突然松了手对他说 他打痛快了自己在解释 童童不客气的一直打 打到自己手痛的抬不起来 贾卫东从来没有见过童童这般模样 好像心疼好像也委屈 贾卫东带着哭腔告诉童童 他知道他怎么解释都没用 童童现在不能理解 而他看过太多太多这种事 一个家庭一定要有一个希望 不管童童信不信 他的初衷 确实是看到了童童父母和童童哥哥的无奈 而这种事 他没法事先去跟他们商量 这是上不了台面的 他只是想做件好事 陈蔓喜欢他 他只是利用了陈蔓的喜欢 让陈蔓怀孕而已 贾卫东的狡辩让童童不可置信 童童骂贾卫东 做好事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 贾卫东也只不过是在他生孩子坐月子期间 寂寞难耐 趁机和陈蔓苟且而已 肚子搞大了 迫不得已才跟他父母坦白 想要他们帮着贾卫东收尾罢了 贾卫东真够龌龊险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童童和贾卫东一直处于冷战状态 一段时间 他心理压抑到了极点 饭塞进了嘴巴 却咽不进喉咙 一个刚出月子还在哺乳期的他 一下子受回孕前的体重 身边的人开始不停的劝童童 劝他念着儿女的份上 想开点 他们说事已至此 如今的办法 只有要么说服陈蔓 过去的事就算了 就当孩子是哥哥同好的 从此他们俩好好过 要么就是离婚 叫陈蔓将孩子打掉 而事实是 无论他们怎么想 主动权决定权都在陈蔓手里 陈蔓自然不干 他提出 孩子他是定然会生下的 但也不会和同好好好过 他能接受的 只是孩子以同好的名义生下 而贾卫东也必须负责 他要求贾卫东不能不管他 他是看在贾卫东的面子 才愿意委屈把孩子给同好 彤彤被陈蔓的无耻 逼得火冒三丈 却又无能为力 只有跟贾卫东继续闹 也许陈蔓觉得 彤彤跟贾卫东终究会因此离婚 这样陈蔓的希望就有了 于是他先跑到彤彤父母面前大闹一番 把生活中不如意的鸡毛蒜皮的事 彤彤翻出来 总之他觉得嫁给同好后 受了很多委屈 他要马上离婚 不然就死给大家看 无奈之下 同好只得和陈蔓离了婚 离婚后的陈蔓 便开始了各种逼宫手段 他仗着自己的大肚子 大冬天的跑到彤彤家里大闹 把家里的电脑电器打得稀巴烂 把所有的床铺衣服被子翻出来 浇上水 特别把彤彤和贾卫东挂在墙上的结婚罩敲碎 把彤彤小孩的奶粉倒得满地都是 怕堂而皇之对彤彤放下狠话 如果贾卫东不管他 所有人都别想好过 彤彤一度想上去打陈蔓 他却嚣张地指着肚子对彤彤吼 这也是贾卫东的骨肉 如果他孩子保不住 彤彤的孩子也别想活 老娘早呼出去了 彤彤看着自己身边 被吓得直哭的两个孩子 忍了下来 彤彤把所有的怒气都丢给了贾卫东 他恨死贾卫东了 贾卫东亲手毁了哥哥同好的婚姻 更把彤彤对婚姻美好的向往都给毁了 贾卫东毁不当初 却也束手无策 因为陈蔓尽管在彤彤面前大吵大闹 却被彤彤对贾卫东百般讨好 陈蔓甚至可以放下身段 跪着帮贾卫东打脚上的文字 贾卫东完全陷入了不知所措的状态 他小心翼翼的在夹缝中生存着 任由两边忽来喝去 他因此也越来越颓废 除了事业停滞不前 身体素质也是差了好多 很快陈蔓的预产期到了 让人没想到的是 陈蔓在生产过程中 出现疑似羊水栓色 医生建议紧急剖工手术时 一直强调要求顺产的陈蔓 却迟迟不肯下决定 最终导致难产 孩子没有保住 陈蔓痛苦不已 出院后他到彤彤家闹过几次 精疲力竭之后 最终以贾卫东补偿一笔不小的金钱而告终 至于彤通和贾卫东的婚姻 余生还很长 结局谁又知道 种因必有果 在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 彤通想起了 最起码的 一定要保持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有句话说得好 一棵树上只能结出一种花 一具身体内 只能拥有一个支配者 好了 本期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主播老黄瓜 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 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